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12岁广州女孩小妍的遭遇 她在活着的时候被亲生母亲虐待了七八年 却始终没有得到救援 三岁前小妍一直跟着乡下的奶奶一块生活 回到父母身边之后却从来没有享受到母爱 因为不听话 母亲李美慧常常用梳子夹子打她 用指甲掐一直掐到出血 长期遭受虐待的小妍一直是伤痕累累 而这一切邻居说没见过 学校老实说没掌握情况 连她自己的亲生父亲也不知道 直到今年的4月27号 因为不小心弄散了饭 母亲在她的肚子上猛打了三下之后 这个孱弱的小生命最终不幸离开人世 而她那句伤痕累累的幼小遗体 终于替她说出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为何偏偏只虐待大女儿小妍呢 面对众人的疑惑 这月母亲给出的答案令人不可思议 她说家婆曾对她说 这个女儿与她深沉相克 会让她生不出儿子 目前李美慧因虐待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